真愣了 这么漂亮 怎么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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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找着了 两个胳膊找着了 这是两条腿 这就是那地方 这小子 退伍了老莫也退伍了 在军营待了几十年 突然退下来 心里有点没着没落的 倒不会别的没地儿去 好在老长比老莫早退了一年多 这不寻了个不错的住处 马上还要娶媳妇呢 老莫干脆托他 也在村里租了两间房 挨得近一点也好一个照应嘛 一见面老莫就迫不及待地问 情帖发完了吗 有没有漏到老营长通知了吧 老长从书条底下抽出一封信说 他家大公子从美国回来了 说要跟儿媳妇孙女都要聚聚 要你这完了去一趟呢 说着老长画风一转问 不提这茬我还不知道 他儿子去美国 你真给了二十万 老莫乐乐满脸折子 一脸自豪地说 博士哎 真有出息 博士你懂吗 老长摇了摇头 很不屑地哄了一声 哎 差点忘了这种事儿 老莫把心里折回去问 心细分的见见吧 这不见不知道 一见吓一跳 好家伙 这么嫩 怎么找的 怎么找的 这么找的 头找着了 两个胳膊找着了 婚礼办得很顺利 互非是吃饭嘛 喝酒嘛 花钱嘛 往南天点说 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钱货两斤 这事儿就算成了 老长的女人叫玛娜 跟照片上一模一样 就是太热情了一点 该敬酒的敬酒 不该敬酒的 也到处跟人喝 老莫缩在椅子上 冲这个笑笑 冲那个笑笑 两眼一抹黑 谁也不认识 这档件中间人来找他 也想给他弄一个 老莫没拒绝也没答应 说心里话 他还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 一直到老鹰长到 老莫才开口说话 才找到那么点熟悉的安全感 老莫17岁就跟了老鹰长 名义上是上海籍关系 而实际在老莫心里 老鹰长早跟父亲差不多了 这就不难理解 大公子去美国 老莫会拿出20万块钱 唉 说到这事儿老鹰长就来气 那小子回来两个月了 一直在核电厂忙 临走前一天才回家见面 本来还想一起聚聚 这说走就走了 老莫赶紧问 小家伙带没带回来 夫人笑话说 也就见了一面 杨媳妇记得呱啦的 说什么事也听不懂 小孩子也不讲中国话了 临走 老鹰长很是抱歉的说 那小子算是白花你20万了 老莫什么也没说 只是尽力 火车开出去很远还在尽力 耳边一直回想着夫人的话 有合适的也找一个 日子还长呢 从前老莫最怕听这话 今天倒也不得不听了 几十年了 老婆孩子都不在了 总不能抱着个照片过日子 就这么挨到过年 老莫也想明白了 除夕那天 在给邻居的小孩子们 发了红包后 老莫翻出那张大纸 仔细算了算 就直奔经典 全部家当 换了131263块钱 这就算齐活 隔天一早 老莫第一个通知老长 想要他给参谋参谋 谁知道 这老小子几个月不见 宠了个老妈子了 不用说 家里洗衣烧饭 什么活都是他干 众所谓吃一剑长一只 老长一再叮嘱老莫 别光听中间人的 一定要多跑几家 多看几家 这是一辈子的事 不像牙膏 硬不贯一个牌子 就换一个牌子 行长夫人尊前 数月不见 不知欲体康安否 我一切平安 请勿挂念 有事想跟老营长报告 张魁 张魁经有人介绍 认识一女人 他身家清白 健康明朗 思想纯正 张魁与他性情相投 逆经对方家长 同意后 即便举行婚礼 日期确定后 张魁将北上 接老营长 及夫人南下 为我主婚 专辞 并送福安 老莫就这么跟玉梅碰上了 这是老莫看的第一家 也是最后一家 隔了几天 玉梅就很顺利的 做价十万块钱 卖给老莫 婚礼办得很热闹 无非是吃饭嘛 喝酒嘛 花钱嘛 两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钱货两清 这事就算成了 临走 夫人把一个金锁送给玉梅 说起来 这是打给家里的小孙子了 但他们都不愿回来 那就给这个小孙子吧 老莫像上次一样 站定敬礼 一直到火车开出很远 还在敬礼 玉梅也学她 也跟她一块儿敬礼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 老夫少妻 典型的图才配 四邻的老女人们都嘀咕 说过不了多久 这女人就得跑 把钱全拐走 而是是是 新婚第一天晚上 玉梅一直哭哭不停 她担心爸妈不知道怎么回家 还担心弟弟饿了没人照顾 老莫也算见过世面的人了 新婚第一晚为这事哭 她也是小刀拿屁股 开眼了 这还不算完 睡下更蹊跷 玉梅问 你都一个人睡吗 老莫说 当然啦 你不是吗 玉梅说 我都是抱着我的小弟弟一块儿睡 老莫真是一点心思都没有了 什么词这叫 抱着小弟弟睡觉 不像话 要说 这老莫也是大惊小怪 这算什么 更不像话的还在后头 第二天一早 不等老莫起床 玉梅就烧好早饭 洗好衣服 所有家务料理得干干净净 还唱歌呢 只是 她如何都不肯上桌吃饭 坚持老莫吃完她再吃 一再追问下才说 在她家 都是爸爸先吃 其他人才能吃 老莫塞了一只碗说 这是我家 再说了 我又不是你爸爸 还有衣服 结婚的衣服今天还穿 怎么 还要再结一次 玉梅低下头说 乃千我爸爸说 我的衣服要留给弟弟妹妹 所以 我一件都没带 老莫把筷子一收 赶紧一张两张三张四张 数了地过去 至此 老莫的新婚生活 看起来 确实比老长更像回事 如果 如果没有金数的话 这天上午 房东太太炒菜炒了一半瓦斯没了 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只得到老莫家借瓦斯用 偏这时 玛娜带了一帮人来 要找玉梅出去玩 去高兴去台东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玉梅不肯 刚刚搬家 还没来得及收拾 要干活的 玛娜劝 叫那个老头子干啊 凭什么你干 玉梅说 我还不知道去哪里买菜呢 正说着金数到了 房东太太气得 脸不是脸 鼻子不是鼻子 王八蛋 又送到谁家屋里去了吧 那金数也不饶他 是啊 马上还要送到你家屋里 说说吵吵闹了一阵 那玛娜如何都劝不动玉梅 就跟那帮人走了 房东太太扬了牙过产说 我跟你讲好 那些人都不是东西 千万别跟他们一起玩 说着 房东太太话锋一转右说 你不是要买菜吗 叫金数带你去 他那个宝斯行好 就在市场旁边 你金数一听 赶紧山地话说 是了是了上来了 玉梅心悉 还以为金数是个铺农组 问了才知道 他在山地做过临时工 干了四五年 话说这俩人一流云颠儿了 闲丑着都快到早午 玉梅还没回来 老木心里咯动一下 忙回屋一看 箱子都没了 好在好在 玉梅没跑 那箱子也还在 只是被他挪了个地方 看老木气哄哄的 玉梅赶紧说 我马上烧饭 一会儿会儿就好 老木眼皮都没抬 甩了一句话说 懂吃你的饭 人都要饿死了 说着老木就直奔街口的面摊 说也巧 玉梅和那帮八家酒也在 一帮人乌洋洋的 说说笑笑 搂搂抱抱 看着老木心里直发毛 他突然有种紧迫感 好像那件事再不干 就要被别人抢先了 就这晚 老木厚着脸皮 来了个霸王硬上宫 完事后 玉梅一直在哭 抽抽搭搭的 哭得老木心里不是滋味 是啊 这么年轻 该找个年轻的才对 跟个老头子 是不能甘心 玉梅摇头说 不是 好痛的 老木没把这句话放在心上 一直到第二天天亮 看见床单上弄了一大块血迹 才恍然明白昨夜的眼泪 吃过早饭 老木一再追问玉梅 有没有想吐啊 或者有没有想吐的感觉 玉梅羞红了脸 没说话 指一个劲摇头 这天开工 老木从未有过的兴奋 好像人生重新开始了一样 一帮工友调侃着问 老木 听说你老婆很年轻 性能怎么样 老木笑笑说 还行 错误着用 公友打话说 是你将就他 还是他将就你 一帮人轰闹起来 都说 都笑 都善意的提醒老木 年轻老婆 不好管哪 你懂的他不懂 他懂的你不懂 看不好容易短路的 老木当时没说什么 一下工就跑到百货商店 买了个收音机 还专门挑了玉梅 平时哼哼的那只歌 人生第一次被这样当回事 可想而知 玉米心里该多高兴 蹦啊跳啊 幼得老木又是一夜没睡 折腾了几天 老木很明显觉得力不从心了 毕竟年纪白在这儿 更有懂他 带他回家喝药酒 有眼镜蛇的 有大王蛇的 还有银洋货 还有牛鞭马鞭 骡子鞭 主打的就是一个大力出奇迹 瞧这些 个个都是带坝的 你就知道火车不是推的 行风不是吹的 那几天 老木满脑子都是这事 天一黑就拉灯 一拉灯就上床 但见 独闲情一吸一张 吴孔笑捅上捅下 横炉中拨开斜火 玄关内走动针前 是快乐啊 快乐到什么程度呢 快乐到往常玉梅最喜欢的 除了箱都不看了 房东太太不知道啊 特地叫儿子去喊 小孩子懂什么 她在窗台瞅了半天 叫伯伯伯伯伯不离 喊阿姨阿姨不回 只要回家禀告 都在忙 至于忙什么 看不懂 有那么个把月过去 一天晚上 刚完事儿 玉梅就很害羞地问 能不能给我一点钱 老木不晓得什么意思 也不好问 就直接把那箱子拉开 告诉玉梅 家里所有钱都在这里 不过我要说明一点 这是我们俩的钱 尤其要说明 你的日子比我长 说完把钱向往床上一扔 那玉梅捡起并不拿钱 拿老木的大纸看 老木一把抓过来说 我警告你 钱你看着办 其他的别碰 一夜无话 第二天天一亮 老木就照常出工 因为赶早 所以没在家里吃饭 拯救到街口的面摊对付 巧了 又碰上玉梅 老木就不明白了 怎么你天天出来玩 老长呢 玉梅先好说 家里开支不够了 他跟人家出海打鱼去了 老木不好再问 只是心里觉得怪怪的 到下工 果然出事 老木啊 我钥匙拿来我帮你开 一门喔 把那个送花生才够出去 还没出完就出去 老木窜进屋一看 钱的确少了许多 是啊 看来跟我说的没错 年轻老婆不好管 说不定里天就跟人跑了 这就跑了 噼里啪啦砸了一通 正发现呢 玉梅回来了 一通回来的还有金树 老木二话不说 抬手就是一巴掌 过了好大一会儿 才听明白 玉梅买机器去了 她想做点小生意 老木就到这会儿才知道 玉梅以前过的 那真不叫人的日子 玉梅说 有一年夏天天特别热 她跟妈妈去给人挑砖 挑了三个多月 好容易攒了一点钱 本来想拿去做生意卖马蜀的 结果被爸爸偷了 一个人跑去台洞 喝光了才回家 后来又有挑砖的工作 妈妈就不愿意干了 更不叫孩子们干 她说不管怎么干 结果都是一样的 那天妈妈被爸爸打了 差点打死 爸爸还说 要把玉梅拍到茶室去 干了两三年再回来嫁人 好在老木来得及时 提前把她买了 老木赶紧打算说 不是买是娶了你 玉梅笑笑得满脸通红 说 我要谢谢你 真的 因为你 我的梦想要实现了 说完 玉梅拉拉拉老木的手说 你也将将你的事给我听 比如你有什么愿望 老木常常叹了一口气说 当然有 我的愿望就是回大陆 大陆你知道吧 又大又远 我们老家在山东 山东你知道吧 将来你回去就知道了 我们家还有好多地呢 估计都荒废了 我跟你说 我出来的时候才17岁 连火车都没有见过 恍惚间 老木真找到家的感觉 可同时 他又十分陌生 眼前的这一切 美得那样虚幻 那样的不可琢磨 应该说 老木的直觉是很准的 这样漂亮 这样年轻 这样吃苦耐劳 这样好的女人 谁看了不眼红 可况 可况是面对老木这么个老头子 马鼠滩开张第一天 金叔就赤裸裸地向老木开战 那天晚上 他假借庆祝的名义 灌老木酒 那老木受过伤的 又上了年纪 真凭起来不进医院才怪 好在好在 玉梅在那样一个家庭长大 从小就学会喝酒 这一点量对他来说 数数口了 饭后玉梅问老木 将来赚了大钱 有没有特别想要的东西 老木想了想说 还真有 想要个儿子 姓莫 极贯山东 玉梅笑 好好好 一定给你生一个 姓莫 极贯山东的儿子 老木乐得说不出话了 可心里 总还是觉得怪怪的 老话说 酒病床前无孝子 酒瓶家中无嫌弃 玉梅再好 再懂事 可老木终究是个老头子 他哪方面比金叔强 老木想破脑袋想不出 更何况玉梅天天跟金叔在一起 无论谁看了都不能说不般配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老木想不出办法 更有出主意说 还是从孩子身上下手 生了孩子就跑不掉了 可理是这么个理 孩子也不是说生就生 有一句话说的好 力不从心 还有一句话说的好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哦对了 月底还发生了那么一件事 更叫老木心里不安 那天 老木带玉梅看电影 席间又碰见玛娜 跟一群人搂搂抱抱 实在是不像样子 老木想说两句 还没开口就被人捶了 四五个打他一个 好在玉梅从小挨打挨得多 冲进去咔咔一顿乱挠 给那帮八家酒弄得血乎� 老木如何的想不明白 同样来自山地 怎么玛娜是那样的人 玉梅叹了口气说 我真怕他将来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一夜老木久久不能入睡 他倒不担心玛娜怎么样 他担心老常啊 这哥俩都是老实人 老常还更老实一点 他哪里是玛娜的对手 这不去还好 去了一看心里更难受 邻居说 玛娜都快把家里搬空了 什么电视机电风扇 能卖的都卖了 老木一愣 那他不回来吗 嘿 问着了 左右灵色 还巴不得他不回来 一回来就带着一群男孩女孩来 半夜花神经一样 鬼叫鬼叫 然后狗也跟着叫 叫得大家都睡不着觉 哎 年纪这么大了 干嘛自作念取这种小妖精啊 这一次老木也不能欺骗自己了 尤其是回家看到玉梅跟金叔两个人 那样又蹦又跳 心里更觉悲凉 晚上老木说他今天见着玛娜的 反正该劝的都劝了 好比说 那么年轻嫁个老头子 到底是不那么甘心 也有好比说 不想给老头子生孩子 也是人之常情 退一万步说 要实在不想过可以离婚的 照老长那个脾气 花出去的钱 肯定不会要回来 玉梅忽然问 玛娜怎么说 老木说 她说你怎么样 她就怎么样 玉梅笑了 说 我就知道 玛娜心不坏 就是怪贪玩儿了 这样说完 第二天刚一出贪 玉梅的钱罐子就被玛娜抢了 而此时 老木也偷偷做了一个决定 老营长突然生病 照例老木得过去看看 而且夫人身体也不好 他俩是都病倒了 谁来照顾 玉梅没说什么 当晚就输了一万块钱 叫老木带着 毕竟 人家都管这边叫小孙子了 说着火车就开动了 玉梅学着老木的样子朝他尽力 火车开出去很远 还在尽力 老木扒在窗台看 不知怎么 眼泪就出来了 老木已经看不清玉梅 当然不晓得她已经有了 对老木来说 那是离别的眼泪 话分两头 老木这一走 每天出贪的重担就落在玉梅一个人身上 金叔动作很快 主动把玉梅拉货送货 玉梅没想太多 干脆把家里的钥匙也交给他 这样他也方便些 说来蹊跷 老木走的头一天晚上 马上就找到家里 来换钱箱 空钱箱 玩腻了 玩坏了 他已经被那些人赶出来了 最重要的是 他再也拿不出钱了 玉梅心里真不是滋味 劝道 那你回去好了 跟老长好好过日子 给他生个孩子呀 他做梦都想个孩子 玉梅直摇头 我已经有了 可我也不知道是谁的 玉梅看她那半死不活的样 也不再劝了 马上回国拿钱 还说什么去医院要紧 可是等到玉梅从屋里出来 玉梅就消失不见 玉梅没工夫想再多 明天还要出摊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像王昌一样 玉梅躲进厨房 照例把收音机打开 意想不到的事来了 里面也不是秋秋和尚谈的歌曲 而是老莫的临别纵言 玉梅啊 我想留些话给你 那天回来 我看到你跟金树在一起唱歌 结果我就把心里的话 都说成讲给玛娜听的 其实我真的是讲给你听的 我觉得你们俩才应该是一对 所以跟我在一起 我觉得有点糟蹋你 不过我真的不会说瞎话 如果我在的话 你跟他走啊 我会受不了 那刚巧我现在到台北去 如果你们俩真有意思的话 那你们就走吧 你把身份证跟印章留下来 等我办好手续 我给你寄过去 这样比较光明坦荡一点 以后三个人见面了 总还有话说 是不是 玉梅脑子嗡了一下 像被人打了一门棍 她不气 更多的是委屈 在屋里转了一会儿 玉梅也学老莫 也给陆文杰灌了一对 不巧这时金树来了 他有钥匙 不需要玉梅开门的 玉梅很纳闷 这时候来干嘛 金树说 来换你钥匙啊 玉梅心里已经明白大概 不晓得该讲什么话了 反而金树开始滔滔不绝 说什么 说老莫对玉梅不好 他都看在眼里的 那天 搬机器那天来 他还看见老莫动手了 玉梅咽了口吐沫说 这是我的事 你不用该讲这些 金树干脆坐过来 直接挑明 跟个老头子算怎么回事 跟我吧 我已经存了三十万 我们出去闯天下 一定会有好日子过的 玉梅吓坏了 忙巧了把剪刀捏在手里 哆哆嗦嗦地说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我已经跟了老莫了 你不可以的 金树笑嘻嘻地说 我知道了 你肯定不好意思 所以我主动来找你啊 说时迟那时快 金树刚要抱过去 就被玉梅一剪刀 扎进胳膊 当时血就出来了 而也就到这会儿 金树才晓得 玉梅说的不要 真就是不要 再说老莫 在老院长家待了一个星期 愣着一个熟人都没见着 大公子一家就共别提了 一共就来了一个贺卡 养儿防老 养大了就飞喽 老院长和夫人也都看开了 人嘛 生老病死都是天数 农冻的时候 好好生活就行 想多了反倒烦恼多 所以老院长劝老莫回家 还有 带来的那一万块钱 也必须带回去 人到了就很不容易 加上来回火车耽误的时间 老莫冷共的去了两周 本以为回家家里会空 谁知道一切照旧 唯一不同的是 金树态度跟从前不一样了 变得很科技也很冷淡 老莫看他胳膊上的伤 问他他也不说 羽梅解释说 心许是摔车了 应该没什么大事 老莫这才松了口气 吃完晚饭 赶紧把一大包新衣服 还有秋秋和尚团的新紫带翻了出来 羽梅不要 既不要新衣服 也不要新磁带 她要的是一个家 好三个人见面了 总还有话说 是不是 我一直以为跟你在一起 会比家里好 你给我做生意 又不会打我 可是 可是现在我发现 你比我爸爸更可怕 要我趁你不在的时候 跟别人走 这样 这样你就可以说 我跟别人跑了 是不是 还是 还是 还是你知道我肚子里有孩子 要我生了 然后不要我 不要我 趕我回去 让我爸爸把我卖到茶室去 你买我 你买我 只要我帮你生孩子 好 你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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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晓得他这样友情 他不晓得他这样友谊 哎 如此也好 卖过一个坎 人生义务拱宽啊 老莫两口子落实宽了 金树就倒霉了 谁见了都要嘲讽一把 还有人说 玉梅肚子里的孩子 金树也有股份的 那金树心知肚明 受不了这窝浪气 超级拳头变大 老莫赶紧拉住 安慰说 别听他胡说 我老婆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我能不清楚啊 老莫的大度 愈发显得金树猥琐 更让他没脸见人 隔了几天的一个晚上 金树姐房东太太跟玉梅辞别 说他回老家了 老莫不晓得怎么回事 盲问 为什么 房东太太说 他说他在这里 待下去会疯掉 必须要走 说着 房东太太画风一转 煞有介事地补了一句 他以前很开朗的 怎么突然怪怪的 我很担心他会自杀 老莫笑 不可能不可能 好好的人干嘛要自杀 不会的 第二天出谈 玉梅清楚地看见 瓦斯航果然坏人了 老莫的生活没有了金树 一切恢复平静 他开始专心搞发展了 搞发展第一步 就是为孩子将来做打算 首先是幼儿园 一个学期120 再然后是小学 一个学期360 完了还有中学 还有大学 玉梅说 这个将来都会变化 现在算太早了点 老莫笑 是是是 这学费跟车票一样 总在变 脑袋都算大了 正说着 房东太太带了 两个警察找上门 就去河边认诗 是金树吗 玉梅心提到了嗓子眼 到了才知道 是玛娜 一尸两命 死因也很明确 西都过量 她身上到处都是真孔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该怎么把这个消息 通知给老长呢 要是直接说 老长恐怕是受不住啊 不等老莫想好怎么开口 他就受不住了 鱼船上炸鱼 这样扔偏了 把老长两只眼睛给炸没了 老长说 还好就是两只眼 没伤及性命 老莫心里别提多酸 老长还说 说玛娜答应他给他洗澡 估摸着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老莫亲了亲嗓子说 你太脏了 我先帮你洗洗吧 别叫玛娜嫌弃 更震惊的事来了 老莫惊讶地发现 老长还有一身的性病 老莫两口子忍住眼泪 给他烧了一顿饭 全程眼泪就没断过 席间老长还一个劲地夸玛娜 还说 说以后啊 再也不要求他什么了 他要自由就去自由 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只要高兴 只要他开心 怎么着都行 回家后 玉妹又哭声了泪人 他害怕 害怕老莫将来也成那个样子 老莫笑 怎么会 只要有你在 再说还有咱儿子呢 咱还回老家呢 哦 将来回去 我不去你这那路 玉妹以前老听他说车票车票的 今天才明白是这么回事 那张大纸装的不是金银财宝 是老莫的家 你看着啊 这是高雄 这是澎湖 高雄到澎湖啊 七十三海里 要是坐抬蓬轮二等舱的话呢 是一百九十块 那么就等于两块六毛钱一海里 现在咱这么算啊 这是基隆到青岛 这是一千五百二十海里 一千五百二十海里乘以两块六的话 就是咱们到青岛的船票去 然后再从青岛到老家 那么这一段路的车票 这就比较好算了 没回啊 石油一涨价 船票那么一调整 我就得重算一遍 真是挺麻烦的 那现在够吗 现在啊 现在 现在都准备六个人的了 为什么 你看啊 我一个你一个 咱们儿子一个 这不三个吧 若松一个四个 老营长五个 营长夫人一个 这不六个吧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不禁要问 这个世界上 真有玉梅这样玩人一般的女性吗 也许有 也许没有 又也许 它是一个梦 一个给万千位中华民族抗日战中 做出过阴影牺牲 颠沛流离 远离故土 无家可贵的老兵们的 一个美梦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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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